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一七零零整点新闻 我是陈轩如 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关心 在台中市位在向上南路跟大英街口 有一部自小客车冲进路口的服饰店 把店面的橱窗跟玻璃都撞碎 造成两个人受伤 现场状况连线给记者 下午一点半左右 在台北市内湖交流到下方城公路 有一辆自小客车突然起火 驾驶就赶快跳下车 最新情形请记者带我们掌握 今天上午八点多正值上班上课时间 有一名男子竟然闯进新庄一间国小行妾 还抱走了瓦斯桶 最新情况连线记者告诉我们 很多登山客都会去归山岛 不过就在今天上午发生有登山客 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身份禁过确认是前专画现议员王武雄 最新情形交给记者 在南投草屯出现一名水龙头大盗 他什么都不偷 只偷学校的水龙头 最新状况连线给记者 最近在房屋交易网站出现一栋询问度很高的物件 南投水里一天透天错 开价竟然只要100万元 换算成每平单价只要8万块左右 不过屋主就说 这栋房子物况非常不好 到底是怎么样的房子 赶快请记者告诉我们 随着百货跟平价服饰越来越多 传统的商场是渐渐hold不住 像是以往东西区的烫金商场 零好名店城还有万年百货就纷纷调降租金 虽然变便宜了 但店家也感受到人潮真的变少了 要好好经营是越来越困难 日元狂扁 昨天日元对台币价位最低来到0.2488元 算17年来最划算 让不少民众今天继续换汇 那日币从年初行情到现在已经扁了超过7% 算下来一家四口由东京迪士尼光门票 就可以省下400块 那周末想好好去哪里玩了吗 受到西南风影响 全台各地气温偏高 北部高温是来到36度 中南部32度 不过周末想要出门的民众 可能要把握礼拜六这一天 因为礼拜天受到封面南下影响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将会有震雨跟雷雨的机会 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 记得要攜带雨具 网络后带您关心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将近半年 上午受访不小心说出他厌烦了 面对第一次市政总质询被议员夹击 艺人赵又婷接拍国际大导演卢贝松的新戏 短短不到一个月就拍戏受伤 立刻紧急送医 更多新闻内容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带您关心政治焦点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将近半年 上午受访前 他不小心说出他厌烦了 那面对第一次市政总质询现场 连线记者告诉我们 台北市长柯文哲真的厌烦了吗 但他们还是打算改造老旧的市政大楼 而且还要动用两亿多元 就被痛批根本是乱花钱 柯文哲今天回应还是会考虑财政问题 不过也因为他上任以来就频频说错话 政策也反反复复 这可让民调持续下滑 不过柯文哲不以为意 面对国民党总统初选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很有信心 但现在党内却有卡住的声音 指议他在中南部没有人脉 选举经费也扛不起 洪秀柱就回应了 他说这些都不会影响他继续向前的决心 今年农历过年期间 台南戴天府抽国运签 抽出了五则天作天 那外界就把诗签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联想在一起 解读成台湾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一位女总统 也让民进党支持者超开心 但现在妙方跳出来澄清 其实诗签的内容四句话没一句好话 是代表国运下下签 根本跟女总统没有关系 真的误会大了 再来看到娱乐焦点 怀孕快要四个月的隋堂 还是不停工作 今天下午还出带颜活动 现场状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 范冰冰昨天下午来台湾 带颜活动 结果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不过他一上台就礼数全开 是马上道歉 他说遇到北京班机管制 所以才会迟到 那同时他也在今天宣布了跟李承的恋情 艺人赵佑婷接拍国际大导演 卢贝松的新戏 5月初才进行拍摄 短短不到一个月就传出拍戏受伤 马上紧急送医 还好只有肋骨受伤 目前已经没有大碍 再来要看到舒淇 在坎城宣传完电影《聂影娘》 跟《寻龙爵》 又马不停蹄出席艺人任嫌 其自导自演的电影记者会 舒淇也大方透露 自己当初会去香港拍戏 就是因为被一个男生穷追不舍 才会落跑到香港开拓事业 广告后关心MERS疫情 在韩国持续延烧 日前搭击入境大陆的 韩籍44岁患者 证实是确诊个案 那到目前为止 韩国确认的患者 已经有10个人 等读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是陈轩如 最新消息要来看到 台北一间小学金蝉女学生 被人割喉 那是一个8岁的女学生 在学校里头 找到不明人士持刀割伤喉咙 那女童呢 是全身都是血躺卧在地上 学生发现之后就马上报警 那女童目前已经送医急救 新北检调 侦办马盛集团吸金案 凌晨6点把总裁张金素 等4个人收押禁见 那他们是打着高报酬率口号 投资18个月就能回本 锁定家庭主妇吸金 高达30亿元 检方光是在主闲住处就搜到1亿元的现金 钱甚至多到还拿来折成花束 而且还买了很多名贵跑车 实在太夸张 MERS疫情在韩国持续延伤 那先前有一名44岁的患者到大陆去 现在已经被查出来是确诊病例 那在香港中午呢 也是把两名曾经跟患者接触的人 进行隔离观察 那直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MERS的疫情 已经增加到10个人 再来要看到在大陆一辆行驶中的巴士 突然在高速公路上起火燃烧 消防队员把火势扑灭 就顺便检查行李舱 就发现里头有好几包臭豆腐 怀疑是臭豆腐释出大量液燃气体 再加上是密闭空间 空气不容易流空 所以才会发生爆炸现象 说到警匪追逐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心动魄 但是要看到美国德州 竟然上演的是归宿的警匪追逐 警察在追一个毒贩的车 竟然是用史上最慢速度 每小时开不到8公里 是比骑脚踏车还要慢 让不少跟拍记者都很纳闷 到底是什么状况 镜头回到国内 台铁员工竟然带刷上班卡 台铁内部发现 从101年到现在 已经出现24起带刷卡事件 今年也出现了9起 明明他们用的是脸部辨认 带有员工竟然用拍照功能 互相拍照 然后再带刷卡骗过刷卡机 台铁内控很明显已经出了问题 现在累贩员工要被记大过处分 台铁要在6月30号开始增加 苏澳到福隆段 苗栗到云林总共60个车站 都要开放电子票证服务 也就是说未来整个西部干线 苏澳到屏东车站都可以刷游游卡搭车 不但在年底前想票价九折 优惠里程也从50公里增加到70公里 广告后带您关心 新北市宝大日前追气毒品 过程中嫌犯手机铃声 不断响起歌手阿渡的离别 远景就借此劝他远离毒品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爆料远雄来开会的时候 有人一声酒气 现在传出远雄董事长赵滕雄 之后跟市府开会都要自己带酒测气 点多新闻内容请持续锁定1819整点新闻